南台湾出现了一个专偷小货车的窃车集团 这是一个位在屏东的保养厂 他们先跟窃车集团来下单 让嫌犯锁定高雄的自小货车来下手行窃 之后改装之后呢再回头买给保养厂牟利 前前后后至少有17辆货车遭窃 简直就是一个上下游整合的犯罪组织 高雄屏东警方联合到这家汽车保养厂外埋伏 发现里头的小货车挖的都不是车主原来的车牌 确定是脏车 本身也是窃盗的同期犯 变造这个引擎号码还有带了一些工具 远景亮出身份问保养厂这车哪来的 三名男子面面相去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 原来他们专门下单给汽车集团到处偷中型货车 偷来再改造变卖 在锁定我们高雄地区这个小货车 然后再到屏东啊 这保养厂去改装以后 再到这个中古的汽车商场来变卖 有17步的自小货车 17辆商车在景局外一字排开十分壮观 窃贼借师还魂偷车变卖 自以为天衣无缝还是被逮 这次准备是一回事的小货车